近日一段林瑞阳给女员工们送辣把粥的视频曝光 而其中女员工曝光直接对她单膝跪下还十分恭敬 随后有员工回应称 97年的女孩子在60岁林大哥面前也是晚辈 作为有教养的人 长辈给成饭的时候 蹲下去是应该的 本来是好事 就被你一张嘴说得这么不堪 据悉曝光画面中林瑞阳坐着成粥 女员工们排队领粥 结果周时某女员工不光直接单膝跪下 还对林瑞阳说祝您平安健康 表情很是虔诚 由此引发网友热议 不仅如此 林瑞阳和老婆张婷近几年来致力于经营企业 一共招募超过百万名员工 经常举行活动跟旗下人员互动 8月底的活动上 她被拍到和公司区域负责人阿子实质交扣 引起网友日益 据悉 张婷老公林瑞阳之前也是娱乐缺人士 还被称为台湾第一小生 曾经也是帅气风流 迷倒无数少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